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為了能更貼近一些老觀眾和新觀眾們 我們創立了Instagram平台和大家互動 目前的內容都正在規劃當中 希望大家先幫我追蹤起來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我是Norad 那我們 今天這一步應該是在9點半 那前面8點半的是有這個 淺淺的大盤分析 淺淺的 那一樣這一步也不會上字幕 因為等一下要出門 幫忙網上的時候要出門 然後一樣會講十檔個股 那一樣喜歡我的影片就幫我 先點個讚 然後幫我訂閱起來 然後現在 再來看一下那個剛剛賽部影片講的這個 納茲達克 對 就是主要想要講一下就是說 如果說你剛有看賽部影片的 幾分鐘兩三分鐘那邊嗎 對然後可以看到其實就是 很簡單的趨勢線 或許在交易上是很有幫助的 對你看一下我這邊也是他有兩根的時候就花上去嘛 那這邊假設 對能去做空 那就空下來 那這邊假設能去做多 那就是去 掛單 然後去 多上來 然後目前啊 整體的趨勢 就是希望他 這個反彈 是反彈真的 因為這邊守住是守真的 然後這邊來個強勢的反彈 就算 目前就是 現在是 3.50 如果說可以突破上去 那明天 我們現在手上的多單呢 就非常有機會 就是再再度反攻 不過應該是 偏向於這個 電子半導體 應該比較容易做反彈 因為 今天的一些成交比重 好像都落在那邊 好我們就直接來看這個 字元到這個 長龍的部分 直接看吧 字元呢 在 前幾天 的時候 畫的好亂 看一下 在前幾天的時候是說什麼 說他有機會會回到這個 2.50 到 2.55 對那後面呢 他跌破了 他跌破了 對 但是呢 在今天 又 翻上來 對又翻上來 然後 這個位置就 還蠻 這個 不知道就剛好 又 又這樣match到 他不知道 是剛好有在看我這個 線圖 剛好啦 就 在這個大概230的地方 止住啊 就我們之前 畫的軸線級別 而且 這一條線呢 這條上升趨勢線 他 並不是那麼準確 而是當時候從這邊畫上來 之後 對我認為說 我的位置是這樣子啊 我認為說是這個點 然後 這個點 他會這樣走 這樣子的震盪行情 不過 當時候 這邊是有點 穿過去的嘛 所以我就把這條線 移下來 不過說真的 我說真的 最正確的畫法 最正確的畫法 應該要從底部 這邊畫 底部這樣畫 他是有機會倒到這邊 對啊 所以 呃 怎樣的畫的方式都可以 只是 在於說 呃 你在 橫向的這個支撐有沒有去找到 對那當然 目前的位階呢 我 我自己啊 如果是我的話 沒有買到這230的話 我會偏向於 就是 先先 觀看吧 就一樣看他 可不可以在橫盤 然後橫一橫之後呢 又跌到一個比較好的價格 因為今天的反彈 這是 還蠻 這個政府還蠻大的 這政府真的蠻大 就是 買在這邊的 應該就是 大戶了吧 然後後面 偷拉一個 尾盤的感覺 因為可以看到他這個 10點半左右 基本上蠻多 你去觀察你手上的股市 會這樣子 然後 壓到平盤 228.5的位置 但是 大戶感覺在這個 範圍裡面 他就有在 在襲仇嘛 那最後來一波暴漲 對 就是這個區域吧 這個區域 或許 是可以觀觀看看啦 23多 235到240這之間 有可能在 後面的日子 有可能又回壓240 也是有機會 也是有機會 那一樣我在這邊 我就補上一條線 那 有可能他 在今天就直接 碰觸到上下的這個 壓力跟直撐區啊 就是 他剛好打在 差不多230左右 把他移到 今天是228.5啦 對是差不多這個範圍 那有機會後面會開始橫盤 所以 我自己想法是呢 你可以等待他 看可不可以掉 掉下來一點點 那你再去接 我覺得會比較好 那看周線級別是 剛好 有match到 我們這條線啦 可以剛好match到 那一樣 在這邊這個範圍 你覺得OK 那你進 都沒關係 如果你覺得這範圍 近因為 畢竟整體還是守住在 原來規劃的 散增趨勢裡面 但是我們要賺的是什麼 我們不能說 可能跌到225或 2多少 就走 我們要賺的是 應該說 我們不能說 我們 掉下來然後 砍掉 就覺得 大家受傷 或幹嘛 我們要想的是 我們 這個範圍 我們是要怎樣 我們是要往上去拉 我們是要往上去走 我們是要賺到300多塊的人 對不對 我們要從這個 250這邊附近 然後又拉到300多塊的人 我們不是 下面打到停損 就是在哭的那些 小散戶 大概講這樣 那一樣啦 就是 所有的進場 策略 和那個 價格 有時候 沒辦法到 很精準 還是要看 單下自己的判斷 還有自己的 資金水位 對如果說 你對於一檔 個股的基本面 或是 長期看好 那你 今天你不管多地的 價格你都會買吧 對不對 那他目前的整體趨勢還是向上 我們就盡量找這種 不要找那種向下的 會比較好 對會比較好 好那我們就 來看一下下一檔吧 安吉就簡單講 他就是守在這個 上升趨勢線 我們用 周線級別去看 周線級別去看的話 他是 我這邊是主要連接 這個位置 跟這個位置 所以 這邊這兩根 我們要注意喔 這邊這兩根 其實是有一點 穿線的 這種感覺 不過 當時候他穿線的話 我會把他認為說 他就是 在穿線之後呢 有這個其他之間 溢柱 所以他才能夠在收盤的時候 把他給 又收回去上升這個 趨勢裡面 像這根也是 把他強拉回來嘛 對強拉回來到48.2 這邊 這個附近 所以這條趨勢線 我會覺得說 是 比較有機會 或許可以守住 那 今天一樣 有燒到最低一點 那一樣 就是 對 就持續看下去吧 昨天有稍微講一下 那 價格 忘記有沒有帶到 不過 就這樣吧 如果說有買到 那基本上 或許 你在 這兩天 這三天 你去停順的 一些個股 稍微 補點血回來嘛 就稍微補點血回來 然後看一下 正文 正文也是在 10點半的時候 燒到最低吧 就是這邊附近 然後後面又拉上去 對不對 後面又拉上去 那樣 整體還是一樣不變 上升趨勢 那 自己找一個壓力位 那有辦法 先部分止贏 就部分止贏 就是持續的 後面就持續的讓他 去抓 抓上去這樣子 那一樣 最大的壓力目前就比較明顯 就是 1 2 3 3做小三 第四 第四做三波會不會上去啊 就 就看他 這個主力 他們要怎麼去拉 這樣子 那一粒墊的話 就是 稍微 用桌線級別看是稍微有點跌穿 不光用桌線級別看 就看起來就還好 對就看起來就還好 所以 基本上他開盤的位置 假設直接 近 好像也還可以 就80左右 對那當然 不一定 不一定賺得到錢 就是說 不是 只是說 不一定說他的支撐不會跌破 只是 在於說 他今天 大盤很差 他今天 剛好到支撐 我今天剛好買到他 只是 大盤跌的時候 我們來撿股票嘛 對 那剩下 之前的 對不對 你覺得 之前買的 那 有些砍掉就砍 或許 或許就是 之前你買的 假設你的 資金水位有100萬 對不對 那你之前只花了50萬 但剩下 還有50萬 在 備用嘛 那你在大跌 趨勢裡面 你去接嘛 對 你去接的話 那或不會 只是剛好撿到保 對不對 或許 對啊 或許 所以說 資金都不要一次 用光 會最好 那大盤如果說你今天馬上停損之後 然後來買這個 支撐的 這個 有到達支撐的個股 也是一個操作方法 都是啊 那昨天西華呢 就是 對有講 然後 那時候說我支撐 不太到 不過他 今天是很賞臉的 往下殺 殺了大概 32.7 然後又往回拉 對 又往回拉 那 其實我不知道今天的行情 到底是真的反彈 只是這個電子跟半導體 真的反彈 還是說他們只是在 嘎這個 放空的人 對也有可能 我不確定 不過確實 成交量是有放大 那我們就當作說 他有 這個強強烈的反彈 這樣子 那 但是他的結構呢 是 打壞掉了 所以 基本上呢 他會 受到的這個 黃色的蓄勢線去壓拉 這邊也有一點平行線 所以 他價格有機會在 33到36這邊 進行一個 殘勢線的盤整 是有可能的 對然後 我們這邊再補一條 上升蓄勢線 用來規劃他 後面會不會持續的往上漲 一樣不要去槌了啦 如果說沒有埋下底部的 他 這個價位你不能說 他還是守住 這邊這個格局 對不能去這樣想 因為他有可能在這邊 進行橫盤 對 他開始橫盤 幾周幾個月都有可能 對他的那個力道 就沒那麼強勢了 除非他明天 直接反轉回去 對那金槍墊 今天也是打到我們之前規劃的 就是 從這一根 這一根 然後劃上來 就是 上升趨勢線 那也 算是蠻剛好的 就 剛好 插下來這個位置 然後 直接爆拉上去 對拉了 4% 但加 加上他下面這邊的 就是大概幾% 這應該有個 6%吧 6 6點多 67% 這樣子 算是不錯啦 算是不錯的利潤 那當然 我也都不知道他會不會反彈 只是 就是在於說他如果到直撐那或許都可以 建長看看這樣子 對那一樣就是 如果跌下來 就停順 就是 就是這麼簡單 對拉 當然就是 心態上就是 每個人想法不一樣 好我們來看一下 康普 康普 的話呢 他是 在那時候我講解的時候 他是沒有守住 其實我也忘記我講什麼 但是 那時候確實是有 畫這個 135吧 我記得 禮拜一是 剛好卡135吧 禮拜一 那禮拜二就往下跌 那 再來那時候 往下的這個範圍的空間 我常抓122 123吧 就我大概隨便抓的 就大概隨便抓 然後呢 禮拜一嘛 卡住嘛 那禮拜二又往下刷 那今天 最低是到124.5之後就往回拉 對往回拉 所以就 還OK啊 對當時候是抓123.5吧 就是這根最底部這邊 所以又往回拉 所以目前 有可能 有可能 135又成為他新的壓力 有可能 就目前需要突破的是 像明天如果 電子又還不錯 那有可能 就是 直接突破 突破上去 是蠻有機會 那一樣 如果說 你對這檔 就是 到目前 還是 有興趣的 那 我覺得就建議就慢慢買吧 不用 太急 買得太快 因為目前有機會 開始進入 是一個橫盤 橫向整理的一個 階段啦 因為之前的上升趨勢已經打破了嘛 之前走的蠻陡的 上升趨勢打破 所以 目前會跌到哪邊 不確定 不過 如果說 這一天 今天是剛好禮拜五收盤的話 那我可能就會很 自然的 把這條線 貼合在這個地方 因為 他這根下影線 確實是 還蠻美的 只是說他沒有什麼量 他量沒有出來 不過確實還蠻漂亮的下影線 就有可能是一個底部的那種 又會開始 往上震盪上去的一個訊號這樣子 看一下陽明 陽明呢 在這幾天又被殺下來對不對 就當時候說 往上拉拉拉拉拉 那一樣 那時候說 如果126可以出的話 就先出部分嘛 對那一樣 如果說目前 你手上還有單的 我 建議啦 只是建議說 你還是可以持續觀光這一條 下降趨勢先 就是一樣 你現在手上的單 可能是抱著 對不對 你抱著之後 那 一樣都不要動 那也不要加碼 你看他有沒有回跌到這邊 如果沒有 當然最好 那是順勢上去嘛 那順勢上去 就突破上去 或是 再往這個 126128 130 這邊去走 對那一樣 就是 實施一樣的策略 那如果說也跌下來 這邊是我們加碼 那最好我們就可以到 這個 140 應該是不會到140 我們往下抓一點 等到 138 137.5 這邊 或許可以 部分的指引 那一樣看下去 他最終到底拉一拉之後 會往上走 還是往下走 這樣子 那中間都不要做加碼 我覺得中間就是 可能會被洗來洗去 好 看一下 星星 星星今天確實 非常強勢 不過說真的 他今天開盤 開的情況非常低 就在開那個195吧 然後又順勢下殺到195 不過 其實在盤中也順勢的 直接反轉回來 就直接反轉回來 我覺得 也是 蠻迅速 所以基本上呢 對基本上 如果是我 今天的話 那我一定會先 觀望啦 對啊 我不會說 馬上砍出去 就像我 上一部我提的 我說 我昨天抓的那個 範圍的區間嘛 就說 有機會 向下去砸 那當然 你要想喔 如果是 慢慢的砸 跟 快速的砸 哪個比較容易做反彈 但是快速的砸嘛 跟你 迅速的 就像我們之前很多 應該很多人都買過之前的生計 就突然爆拉個5根 漲停板 然後也 暴跌了5根 跌停板 這樣子 你漲越快 那最有 最有機會 又回來 你反而那種慢慢漲的 你可能還看不出他 為什麼會這樣子 當然 就是 也都說不定 不過你要想 暴跌 那 是 非常有機會 會 迅速反彈 那當然 我們不知道底部在哪邊 對我們真的不知道 所以 一樣都控制好自己的 資金水位 這樣就好了 好啦今天確實 拉到這個漲停板 後來往下摔 那一樣我們沒辦法看這個 買超部分 你們自己 這個看到我影片 再稍微看一下 如果像這邊有千張的話 千張至少如果來個三個 哇 那真的是 蠻漂亮 有機會去反彈到這個位置 那當然反彈 反彈到這個位置 一樣是會是一個 處於是 還是一個空方 除非他可以 到達這裡 先到達這裡就 已經 有點強勢 就有可能 你的空彈空在這邊 是有辦法 有機會被軋到這個 25 那當然 如果說真的被軋到 261 也還是有可能 不過他目前 整體的趨勢是向下 但是今天確實爆了一個不錯的量 就是稍微關注 觀察一下 那長龍一樣 他在我們的這邊 就是一樣禮拜一的時候就跌穿了嘛 那 當然 這個階段 一樣我們都是 看的簡單一點 如果說在階段你可以有 做進場 那當然 到達壓力或幹嘛都可以先行 部分指引 那當然有可能 你就比較衰嘛 你買了這一根 這一根 那 你開盤的時候你就要猶豫 然後後面就收盤收下去 這也是有可能 所以我們一樣 如果說這檔 你目前被套牢的 一樣 我就是建議啦 就是說你還是可以觀察下面這條 上升趨勢 對 就是這邊這個底部 有到的話 那我們再來做一個 順勢的加碼 就有點像右側交易嘛 因為我們 目前的空間 他是會不斷延續往上 只是在於說 他會慢慢的 慢慢的 慢慢的 這樣子 去走 對 那會不會突然來一根暴跌 也還是有可能 也還是有可能 就是這個 航運股的資金全部被撤出去 也還是有可能發生這種情況 不過目前 如果是支撐 我們就先看支撐 我們先不要設想說 他到底是會 怎樣子 去走 這樣子 支撐到了就做多 壓力到了就做空 或是部分解碼 那像這種結構上 這種上升結構 就不要去做空 除非你能做短空 對 當然 這種結構非常有可能 突然來個暴拉上去 那 就是 這個就比較不是順勢而為 那種感覺 那一樣就是 最後提一下就是一樣 呃 就是被套勞的 就建 建議啦 就有到這邊 再做加碼就好 那如果沒有就就算了 就持續抱著 或許還有機會反彈上去 我也不確定 對 我不確定 好啦 那這10檔就 差不多講解到這邊 那最後 稍微看一下加權指數 對加權指數呢 目前來個 蠻強勢的反彈 蠻強勢的反彈 等他最近反彈大腦邊 不確定 對 那一樣就是 持續的 就 觀光下去 看今天表現吧 或許 納茲達克真的順勢而上 那也說不定 對 好啦今天就講解到這邊 那一樣 喜歡我的影片的 就幫我點個讚 再幫我訂閱起來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 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再見 感谢观看